欢迎继续收听《报道全世界》 我是郑鸿宜 我们现场访问的是 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 兼副教授姚仁多教授 姚仁多老师是担任过 谢长廷的主席的特著 担任过蔡英文主席的特著 而且是蔡英文自己曾经说过 他去参与民进党当主席 姚仁多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因为他看民进党书的时候 姚仁多靠到一家 一个骂骂的孩子 他总的叫感动到 平常蔡英文的有一些演讲稿 也是姚仁多在写 所以你刚才说 民进党要怎么说 将心比心对台胜 可以比较具体描述 其实在你如果去 你去讨问在中国台上 你问他国民党有没有帮他们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你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他们不相信国民党 他们也不相信民进党 照他们的讲法 他们只相信中国共产党 换句话说 其实 其实 我们的台胜其实在中国打拼 在中国奋力的这样生存下来 其实是靠他们自己 我意思是说 其实国民党根本没有帮他们 但是国民党好像就是会 就是会形塑一种假象 就是说国民党很聚在台胜 会立场 其实没有 其实你如果去问那台胜 国民党在中国 根本没有失利点 根本没有 比如说你看 他们就要把缴税的奖状 为什么要摆在前面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整个台商的 社保的覆盖率是100% 因为他们很怕中国政府换他们麻烦 所以当中国政府找他们麻烦的时候 国内任何 比如说就是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根本 换国民党也没效 没效 都没效 他们唯一的 换民主党是没法度 换民主党没法度 这是一点 就是说 其实这个事实必须要 要说出来 这是怎么讲 这是民进党他 不过如果要说民进党 要如何能够将心比心 其实我觉得 至少部分的台商 WhatsApp社会部分的台商 他们会期待 这个世界有一个政党 把他们的酸甜苦辣 把他们的喜怒哀乐 把他们具体的生存处境 把他们讲出来 中国没有大家所讲的那么好 但是中国也不是 大家所讲的那么的坏 就是对生意来说 就是这一群人 他需要有一个政党 看到他们 把他们的心声 把他讲出来 到目前为止 中国国民党没有这样子做 民进党如果能这样子做的话 其实这是民进党的一个契机 我问你 TPPS最近的民党 就是说 如果两行给你选 这个是台湾爱投资 这个是爱通资 他没有维持现状这个选项了 71%的人说台湾要投资 18%的人说台湾爱通资 马总统执政五年以外 是怎么 变成要独立的人 越来越多 如果 比如说我去中国看 这道访问的经验 就有一个台湾人在那边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 清楚的意识到 这个国家 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 到底我们跟他们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展现在很多小地方 比如说我在专门里面 就有什么地方 比如我去上海坐地铁 那个上海人只要可以坐着 他们是绝对不会让自己站着 就是说 这个捷运 这个地铁里面 比如说差不多 20公分30公分的空间 上海人绝对卡串比较多 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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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台湾和 中国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计划官 这是我们所 长久起来所建立 对人 对人权 对民主 对自由的尊重 这是我们台湾的特色 所以这个东西 你不管去中国几次 只要台湾人抱着这种心态去的话 我觉得台湾主体意识 是不会因为跟中国的接触而消失 从捷运上一个小小的空间 我就看到了 比如说中国的旅客 他来台湾看到台湾 台湾人在捷运上头 他们一定会很讶异 对 你从台湾的捷运上 有什么文明 你看到 比如说博爱座 上海捷运也有博爱座 就是没有人在浪座 年轻人叫做就对了 叫做做 现在排队有你排了吗 排队有 但是形式上 车上来大家都罵钱作为 这样才可以排 但是给他们一点时间 慢慢来 但是就是说 像这种小地方 其实就是台湾人意识到 自己跟中国人差别的地方 台湾人在中国 除了赚钱之外 他们会不断的感受到 他们作为一个台湾人 跟中国人的不一样 不一样 好 我们访问的是 国立清华大学 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兼副教授 姚仁多 姚老师 好 姚老师这个 再度把他的观察 拿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有道理 没道理 他其实是 因为是民进党园 他是希望民进党 国民党这次 他觉得说 其实对台湾不好 民进党这次对台湾会比较好 所以他是从 民进党执政这个角度去 去施力 应该是这样说 应该是 爱台湾和爱民进党的角度 让大家做参考 好 所以观点如果不一样 请你不要骂他 好不好 好 姚老师多教 好 谢谢 OK 好 我们今天到这边 明天见 拜拜